小鱼同学 我在呢 帮我打开电视 好的 大家好 我是男爷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科技槽点 科技很无聊 我们来吐槽 一起来看一看这周发生了什么让人无语的事情 首先咱们还是先从苹果 开始 关于iPhone14的始终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到2022年了 还有人不知道iPhone14的外观吗 我们现在给你展示一下 首先 iPhone14呢 经过了几年的发展 终于迎来了重大的升级 大家看到2020年的时候是那个流行 2021年的时候是这个流行 2022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流行了 变成了挖孔 回想起多年前 第一次看到安卓手机挖孔的时候 大家都在吐槽 怎么都难看 如今到了2022年 苹果终于也迎来了全面挖孔的时刻 而且安卓挖的那个孔 那真的就是挖孔 我们挖的孔 是艺术 来吧 同学们 给苹果的外观 iPhone14的样子满分十分 大家打一个分数 我强调一下 所有的信源都是来自于过去几年爆料非常准确的信息源 你如果觉得它难看 你最好现在就习惯习惯 因为99.5%的可能 它就是这样了 来吧 满分十分 大家给iPhone十分 大家给iPhone14 Pro Max 打一个分数 我们当然关心iPhone14的配置 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本次iPhone14将会推出四个版本 包括迷你 他们分别是iPhone14 iPhone14 Max大号吧 iPhone14 Pro iPhone14 Pro Max 也就是说两大两小 两个配置高 两个配置低 什么叫配置高 什么叫配置低呢 在苹果的序列当中 当然是核心处理器 A系列处理器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答案是只有最顶尖的产品才能升级 根据外媒的爆料 本次iPhone14和iPhone14 Pro Max 搭载的芯片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只有Pro版本的高配版本的iPhone 才会搭载最新的A16处理器 而其他的数字正代的iPhone14 会搭载那个处理器 就是A15 来问大家一下 你是打算买A15呢 还是打算买A16呢 来问同一个 你打买哪个 买15大15 买16大16 反正你问我 我肯定是希望去买A16 但是我猜绝大多数的人想买的是iPhone14 我管你A15 A16 你只要是iPhone14就行 这才最重要 是吧 这两天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说 说你那啥 你去买两个苹果的基因膜 对吧 买两个苹果的模型 到时候咱有一波流量 对吧 后来呢 我看到一个消息 不用买了 为什么呢 从最新的国内的爆料图来看 这就是iPhone14的外观 你跟我说这是iPhone12 我也信 拿在手里会发现几乎就没啥差别 能说这边不是差别吗 这边我也有 也就是说呢 14和14 Max和13看齐 14 Pro和14 Pro Max和之前的Pro看齐 那你让我还买你干啥呢 对吧 那没必要了 我们下面为你展示的呢 就是iPhone14和iPhone14 Pro的真机模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质感 绝非那些山寨模型可比 来过怎么样 同学们 看一下这个iPhone14的模型 请把你们心中赞美之词打在弹幕上 觉得iPhone14是不是再一次领先业界的外观设计 经常有人问我 世界上有没有那么一种工作 事少 钱多 地位高 我跟他说得很明确 这个工作当然存在 他就是苹果iPhone的设计部门主管 三年了 该回来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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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难怪那个谁一头都离职了 实在是没啥事干 iPhone14和iPhone14 Pro Max 现在是2022年的10月10号 苹果的发布会刚刚完事 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为你展示的是真机 这个质感绝非山寨模型可比 好不开玩笑 那么这次配置上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升级 咱们不能光吐槽 还是得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 这是来自外媒的图表 爆料 这边的尺寸方面 6.1寸一个尺寸 6.7寸一个尺寸 这个咱都很清楚 不多说 重点看下边 有几处重要的升级 第一个 4800万像素 苍天的大地 终于升级高像素了 是吧 除此之外 还有 Pro版本居然搭载了 极为先进的 LPDDR5 6G内存 而让人欣喜的是 连普通版本也给了你6G内存 当然 仔细看会发现它是LPDDR4X 说实话 在目前的安卓阵营旗舰机型当中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LPDDR4X的内存了 再一次让我们见证历史 行吧 iPhone就这情况 你喜欢与不喜欢 你现在就得适应适应 从刘海变挖孔 我自己觉得还行 它起码还变了变 对吧 不像从12到13 干脆变它不给你变 一句话说 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 过两天的WWDC2022开发者大会 因为这次大会里面 我最盼望的iPad上面 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比如说带来真正的同屏多任务 带来多窗口的协调 能够提高我的操作上限 毕竟你这台平板的电脑 高配版本可是1万多块 甚至比很多人的笔记本还贵 还贵的不止一点半点 如果你的生产力 不能比笔记本高的话 你为什么卖那么贵呢 你的下一台电脑 不一定是笔记本 还有可能比笔记本贵 那就是iPad的 期待这次苹果能够给iPad松绑 带来更多强悍的功能 过去手里面 关于苹果不都是刚才说的好消息 还有一些让人无语的消息 那就是苹果的最新的iOS15.5操作系统 在时间设置选项里面 也就是时间和地点这个选项里面 存在流量偷跑的问题 而且不同的机型不同的人 偷跑的量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是穷人 有钱人他也坑 就是有些用户发现还没到月末 自己提示已经欠费了 一查流量居然是这个叫什么 系统的时间与地点设置 吞了几个G的流量 甚至十几个G的流量 这点太夸张了 上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好像还是在上一次 上一次我就反复跟大家说 我个人是不推荐大家把自己的主力机型作为升级的小白鼠了 即便说它是正式版系统也不推荐升级 让别人去汤雷 对吧 你等我们说它稳定了 你再升级 什么时候稳定呢 通常就是下一版的下一版在推出的时候 它上一版就稳定了 我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这么做的 不信我给你看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使用的主力机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的头像 对吧 注意看 它提示我有软件更新可用 软件更新就是iOS15.5 我不光不让你们升 我连自己都不升 我告诉我们的同事 我说你们赶紧升 升完看看有没有啥毛病 然后告诉我一声 上哪找这么说到做到的老板去 那目前也没什么彻底的解决办法 苹果官方有那么几个方案 比如说一个是还原网络设置 注意啊 别摸的内容 一个是拔掉SIM卡之后 先查单卡试一试 还有是把隐私定位当中的定位服务权限关掉 另外就是你干脆去掉整个定位 它又没这个问题了 那我为什么干脆不用别的手机呢 行吧 还行 我觉得还行 幸亏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了2022年 这要是发生在几年前 就是一套房子 晚上睡了一觉 没了那个时代 可能老用户还有印象是吧 好 那么苹果我们就聊完这里 再来聊一聊华为 本周最新的消息呢 华为有一批主力的机型 在华为的官方商店下架了 比如说过去几年呢 颇受好评的华为旗舰Mate40 那目前呢 我们在华为的官方商店当中 这是华为手机 我们直接打开官方商店 打开华为商城 我们搜索Mate系列 这是在华为的官方商城当中 去搜Mate字样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已经没有Mate40了 那么目前呢 还是华为的当家旗舰的 也就只有这台Mate XS2 只有这台折叠屏旗舰机型 对吧 那对华为来说 毫无疑问是非常的令人遗憾的 这个事儿 我之前呢 还看有人去吐槽 调侃 说这个麒麟芯片呢 终于是用完了 我觉得 这么说还是挺遗憾的 好像我是故意拖着不卖完似的 并不是这样的 前因后果 大家非常清楚 我们不再反复的去赘述了 别忘了 这是咱们国内一家 自主研发生产芯片 去研究芯片的企业 去向那些国家挑战的这样一家企业 它曾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绩 我们可能一两年前曾经反复预测的 完全用光了怎么办的那个场景 最坏的打算 那现在终于开始要显现 这里呢 我其实只想说一个事儿啊 就是华为呢 正在着力的去研发自己的芯片制造的能力 什么时候呢 王者归来 很难讲 尽管我非常希望他 像有一些营销号聊的说 哎 华为已经造出来了 明天就能大杀四方了 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 芯片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上 说赌博或者说运气 可能有点夸张点 但确实你投入了很多钱 他也未必收得回来 所以也只能是默默的去祝福 并没有更好的一些办法 我都觉得你可以不喜欢 或者可以不买 这都无所谓 但是好像没有必要去嘲笑 毕竟呢 有一天 如果华为能够带着完全自主的 全产业链的芯片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最后来问大家一下 你猜华为什么时间 比如说几年后 一年后 半年后 两年后 它真的能够带回自研芯片的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好了 说到这里 确实还是挺无奈的 但是 我只想跟你说一下 如果你是华为的高管 此时怎么办呢 好像也真的没有什么 态度的好办法 你如果在华为的官方商城当中 去搜Nova 你甚至能看到Nova7 对吧 这已经是两年前的机型 确实很无奈 当然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聊这些 不是说你赶紧去买华为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把目前的情况 跟大家说清楚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 聊一聊小米 过去一周里面 来问大家一下 是否听说了小米登上热搜 就是那个电视脱落那个事情 没说 我简单给你复盘一下 就是在过去一周里面 有网友爆料说 自己家的电视 在没人碰的情况下 前面的屏幕 它咔嚓就掉下来了 一开始人家还不信 后来居然有视频监控 当时大家就是各种调侃 各种猝草 还有说 这是不是这家 它不小心人为碰了电视等等 然而第二天又有一个用户表示 我们这个电视也没碰 它屏幕也掉下来了 还是有人不信 但是还是想探究一下 没想到它第二天又有监控录像 连着两起相似批次的产品都出现这个情况 这应该就不是个例了 知道了这个事儿打个一 还没听到说才知道 打一盖 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没看的人 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不是笔记本 这是电视屏幕掉下来了 下边这个是电视柜 能看清楚吧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我估计谁看了都得吓一跳 这个玩意儿咋说呢 年轻人的第一台折叠屏电视 现已登场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是什么意思 千万不要当真 这都是开玩笑 小小同学 我在 小小同学 我在呢 帮我打开电视 好的 来你给我表演个关上电视 没问题 男主播 笋还是你笋 我服了 觉得这锅男主播够笋 可以打过六 山上的笋都让你给躲没了 好不开玩笑 这个怎么说呢 可能以前有同学会说 你这个对小米不是挺友好的吗 这怎么吐槽这么狠呢 这怎么吐槽这么狠呢 一码归一码 咱得说实话 这个小米不是挺友好的吗 小米呢 过去这一年的发展确实非常快 而且呢 拓展出了巨多的品类 但是在多年前 咱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你拓展出了一大堆不同的品类之后 它的风险也是越来越难以控制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只专门做手机 我控制好手机这几个品类就行了 但是呢 我还做了一大堆智能家居 摄像头 变风扇 我甚至还做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鞋 所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贴着小米的牌子 你可以设想一下任何一个产品出了一点问题 或者那种觉得让人比较夸张的问题 立刻就会让人对小米品牌产生疑问 咱只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奔驰 它生产了奔驰的踢须刀 结果这个踢须刀把人的胡子挂出血了 那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奔驰汽车是不是有个问题 因为那个奔驰踢须刀上面贴着奔驰的牌子 这就是品牌在细分的时候可能面临的问题 其实小米也早就想到了这个危险 所以小米很早就拓展出了米家品牌 大量的智能家居 虽然是在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 往外做 往外卖 但是牌子是米家品牌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决策 因为它极大的分担了小米品牌的风险 那现在电视是小米一直主推的 过去十年间小米已经成为了 互联网电视排名第一的品牌 显然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 如今小米正在进军更加高端的产业链里面 比如说小米的汽车产业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凡是挂着小米品牌的每一个产品 其实都面临着巨大的监督风险 小米如果本次不能很好地解决 这次电视连续出的这两次问题 以及同批次所有用户的售后之忧 很显然在未来对于小米品牌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很难挽回的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 对于这一次的售后服务 应该给予那种过饱和的服务 什么叫过饱和的服务 就是原本比如说我七天五日有退货 或者有出了产品问题 我直接马上换了这种 我常规的三包服务就行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够的 过饱和的服务就是原本客户预期 你给我一个十分的服务就行了 你给客户一百分的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召回再赠送一大堆的产品 再免费赠送一堆 当然我不开玩笑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让用户超出心理预期 他能够满意保住小米品牌的口碑 未来才能做更多高价值的产品 比如说七成 好吧 差不多我们就简单聊到这里 那来问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小米的高管 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大家可以打在大幕上 OK 科技不了 我们赖吐槽 过去对周里面这些事儿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这是 好吧 我们下周 苹果发布会之后再见 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 多赚money 天天都能休息 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 感谢大家的点赞 这是谁掉的硬币 给大佬们磕头浪 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 好 来看一下同学们的解决方案 1629同学说 既然如此 我们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比如免费升级米UITV 明天来报道 还有什么 QQ同学说 不送套访 这事儿过不去 这个稍微有点困难 你这个稍微有点困难 你这稍微有点困难 还有同学说 把广告去掉 这不是应该的吗